好,各位同学,那么之前的课程里面,我们首先学习了Mind,然后学习了这样的Videos,好,那么本节课可以再来学习一个新的Filter,好,那么Filter真的是,它的一个类就是如它的名字一样,过滤,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过滤掉一些我们不需要的元素,或者是说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掉一些不符合我们所定义的规则的元素, 好,那么我们还是养成好的习惯,先把鼠标选听在Filter这个单词上面,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参数说明,好,第一个参数接受一个方形方法,函数或者是一个空,然后第二个参数还是可以传入一个序列,好,我们来看一下Flitter的一个具体的应用,好,我们还是先来做一个视力的, 视力数据,好,这个我的视力数据里面全部是这样一些01,001,好,那么我现在的要求是,我要求你把List的X里面所有这样的一个数值为0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全部都剔除掉,好,那么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就非常适合我们用Flitter来解决, 对,好,那么同样我们来写一下Filter,好,Filter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方形,对不对,好,我们还是用Number的表达式来写,然后参数是X,好,好,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对List的X里面的每个元素做这样的一个判断,好,那么判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if else,对不对,好,但是我们在这里,来用一下我们学过的这样的一个三元表达式,算是给大家那来复习一下, 加深一下理解,好,那么我们的需求是把所有的0都给剃除掉,只保留1,所以说我们先把我们条件为真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结果给返回回去,好,那么我们如果条件为真的话,我们直接返回的是True,好,然后if后面接的是这样的一个条件表达式,好,那么如果X它是1的话,我们返回True, else否则的话我们返回False,好,这个就是我们的 nab的表达式,好,那么第二个参数就很简单的,对不对,我们只需要把List的X这个列表传递进来就可以了,好,然后我们用一个R来接受filter参数的调用的结果,filter它的一个调用的结果,然后我们把R给打定出来,好,完了之后我们来运行看一下,好,我们来运行一下,好,我们发现filter它的一个运行结果和我们的MAP的运行结果是类似的,因为这个filter filter和MAP它们最终得到的都是一个集合,和我们的Reduce是不太一样的,Reduce最后你算出来的是一个数值,所以说我们直接把这个数值给打印出来就可以了,但是filter它是一个集合和MAP是相似的,所以说我们这里要想直接显示最好最快速的方法就是用List转换一下把它变成一个列表,好,然后我们再看一下,好,这里我们成功的把0都给剃除掉了,只保留了1, 好,那么整个事例我们演示完了,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filter它的一个特点,filter的特点在于还是在Lamper的表达式上面,这个Lamper的表达式要求必须它的返回结果是True或者是False这种代表真假的,你不一定非得返回True和False这种物耳类型的,你能返回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可以代表真和假的,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事例里面,你其实不需要写这么复杂的三元表达式,我们可以看一下, 你直接在这个地方返回X其实就可以了,因为X为0的时候就是代表了False,X为1的时候就是代表了为True,这样的也是可以的,所以我们善于利用这样的一个1和0和布尔类型之间的一个转换,我们看一下,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,三个例子,但是filter的最大的特点我们一定要把握住,filter的这个Lamper的表达式 必须是能够返回这个可以判断出真和假的这样的一些结果的,比如说直接返回True和False,比如说可以返回1和0,只要能判断出真假就可以 为什么呢,因为filter就是靠你的这样的一个函数的返回结果来判断当前的这个元素X是否还应该被保留在集合里,如果返回的是False的话,那么这个元素将被从集合里剔除掉,这就是filter过滤器的作用 好,那么filter相当的有用,它特别适合去做这样的一些集合的过滤,我们这里举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,其实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一个有1.1亿的这样的一个例子,比如说我的这样的一个集合里面有各种各样混合的大小写 好,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filter函数,把这些小写全部过滤掉,纸表,纸去保留这样的一些大写的字幕 好,那么这个就是我随手举的一个应用场景,不要觉得这个例子简单,判断大小写的这个在很多地方数据处理的时候,我们都是需要使用到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数据处理的时候,我们需要依靠一些大写的单词,这个字母来判断是不是一个单词的开头 不是一个单词的开头,来判断是不是一个句子的开头 你现在学到了这样一些简单的例子,一方面是帮助你尽可能的快速的理解每一个新知识点的用法 另外这样一些简单的例子,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,它会在你以后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,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好,那么filter比较简单,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,朋友们,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